下一頁 那這個是我們標準層的一些平面 公共的原作參與 那此外還有 部分民眾在質疑我們現在 樓層樹的部分 那樓層樹的部分在前一次的報告 我們就確認目前 我們開發的規劃 規模就是27層 28層 那這個部分是因為有部分的虛空間 我們在維持基本的 公宅數量之後 會有這樣的一個乘數調整 那以上補充 最後還有補充一點 有關於居民希望 第六棟屏宅拆除之後 不要作為停車長這邊有一點補充說明 未來在這個第六棟屏宅 拆除之後階段性 因為因應整個施工的 增加的施工人員 這些增加額外的 運聚交通所以 我們還是建議在第六棟屏宅拆除 在施工期間未來的這 四到五年內 在這塊 拆除後的平地 可以作為臨時停車少不上補充 因為我們 反而挺在乘 謝謝 今天 接著 請 請 請 今天登記發言的 總 11位 後來那位 第12位 第12位 第1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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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這次在會議紀錄裡面,其實是,當然啦,現在提出來大家有一些相關的數據說明,大家不見得滿意,我想這個事情,我不認為是新事件,是新事證, 只是在說明上,想要去把它說明到比較完成,那我想,我們原則上是希望大家沒有新事證不要發言,不過大家還是多認為有新事證,那我們還是讓大家來發言,每一個人等級發言的,希望兩分鐘的時候我們會想吃零,然後到三分鐘的時候想要吃零, 我真的曾想希望,想兩次零的時候,不管發言,他的電話不見得結束,我只希望說,讓委員要多的時間,是滿多的,好,我們請第一位,那個黃先生,黃正義,黃先生, 金蘑 lis league 黃之星 我知道 三分鐘 inner main 星님�將交代金蘭 base 鮑魚去鎞, conference 在藏北有什麼高 Shah 一樣了石量,真的是靠近 cur автом night,被做回來 光神 Peregrance 和鎞 李克 亦 青春bon assuming 爬順 VERY 出現的那些是未死刀離 traders 蒜池 這個基地它左邊有永春捷運站 右邊又有一個後山比站 那現在正在施工的廣池站 以後這個三站結合在一起的話 前台北市絕對沒有這種 像這麼好的生活環境 所以在交通上 它絕對不會說宜光 所以那個往後塌城捷運 以後人家上下班都會塌城捷運了 所以減少那個汽車機車 汽車的機車有助於節能減碳 提高我們的生活環境的品質 這個絕對是錯不了的 至於那個製造錢 有時候以後人講說製造錢 那也請市政府依據建築法規 前台北市哪個地區它沒有蓋大樓 一定有高樓有低層樓的 所以說你建築法規 不是說以小錯人 它就能夠代表我們 以前我們從政府環評委員會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參加 其實我們都不講話的人 才真正是要請求我們的環評委員小姐先生們 把這個環評趕緊通過 有利於我們市政府趕緊動工 這也是促進地方上的繁榮 所以請求我們的環評小姐先生們 你們可以很審慎地去審呼 至於那個早日動工 因為現在那個廣直協議站 正在新義東元段正在施工 我們不想再造成二次的交通黑暗局 所以他就一併地趕緊讓他動工 那有些說園區的士林 是一個遺址的方面 公園處它是專業的 他絕對會把這個樹木植 那個椅子保持得非常完整 這個是絕對不可以我認的 再說我們那個市府 會畫了這麼漂亮的園區 投資了208億的預算 要在這邊為我們鄉親 建造得這麼美麥美麥 以後這個地區開花了以後 促進這個地區 不但促進這個地方 整個設計 這個周渣龍那個房價 絕對會提升 不是像有些人說 什麼會變成爛民機 絕對沒有這個道理的 所以請到環民小姐那個先生 趕緊讓這個那個 盡速的讓環民通報 讓這個環那個 能夠促進地方環龍 趕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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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希望 大家比較針對我們的 相關的內容 行事證的舉證出來 好嗎 請握你們這些事 接著我們請 大人 我們給我們講 OK 實際上這些報告 實際上都不應該發生 也就是說 我們廣時實際上 是不應該開發的 你看 我們的人口數 比南港是它的二分之一 可是我們的密度 是它的四倍 那 我們每個人的綠地面積呢 是南港的二分之一 好 那所以呢 如果要蓋公宅的話 應該是蓋在南港公園 好 那 下一把 下一把 為什麼呢 為什麼市政府 它保留了南港公園 密度低的南港 蓋公宅 然後找到 我們這個密度高的 來廣時來蓋公園 那請問為什麼 是福里寅何人呢 第三 下一張 斷層錯動 是目前工程技術 沒辦法克服的 可是呢 市政府一直找 一位教授 來背書 那 明知道 有斷層 因壁裡 為什麼市政府 還要在上面蓋高樓呢 為什麼 請市政府回應 然後 明知道 斷層 斷層是在臨福德街的地方 可是它就把它蓋在福德街這邊 然後 後面 北側的 林口街八十巷那邊呢 是沒有斷層的 可是它把它變成綠地 請問 為什麼要這樣的規劃 請環評委員 看看 這是多麼危險 那這個 不是在 那什麼才叫做 磨害人民 那市政府 這些 做決策的人 包括環評 環評委員 你們通過的話 你們的行者是什麼 有公務人員的行政過失 那這個部分呢 應該要把它列入 那 請問環評委員 你們要為市政府背書嗎 如果 地層錯動的時候 死傷無數的時候 你們的行者在哪裡 下一張 謝謝 在這一次呢 環評委員 這些 這個案子 我們的居民 住在廣時周邊的居民 都被 沒有被列入 只是讓我們來講話 講話我們講一講 還是沒有用 好 那所以呢 我們 這個開發案應該要由我們廣時周邊的居民列入 下一張 謝謝 已經名字有斷層 還要再 再 再蓋的話 這個 我們要 把你們這些做決策的人 留下記錄 然後呢 之後我們要請政府來追究責任 OK 下一張 好 現在呢 網路這麼發達 三起入住公營住宅 那 的人 他們發現 他將來是要住在斷層山上 他敢搬過來住嗎 那你的廣時公營住宅是不是變成就是文子館 所以呢 廣時一動工 我相信 柯市長必定敗全 謝謝 謝謝 下一位 我們請大道理的孫景奧孫先生 後來 我不相信 可以 你 你 拿一隻 所以 要是 也要可以 拿一隻 煎 響 哼 哼 再 廣遲基地建築開發時會影響僑木共九十八支部 應該基於基地內以此為原則 我們看一下這個箭頭的部分就是計畫遺址的方向 遺址 下一張 但是現在這些綠地的地方已經變了 它不是綠地了 它已經變成停車場了 這兩個地方都變成停車場了 所以它影響遺址的計畫 就是有二十六株已經變成停車場的位置了 另外四十四株要移到這邊來 那這個地方其實也太隆起了 太多了 容量不下四十四刻放到這裡 下一張 現在大家注意著灰色的地帶 灰色地帶就是網池最後一棟福德平宅 計畫要拆除 拆除了之後還是要蓋歷史停車場 所以這個樹木簡直沒地方移動了 所以應該呢 把這塊地方保留樹木遺址的位置 下一張 下一張 一百零四年十月福德平宅移除的時候呢 恰表的十六棵這個老樹 跟這個大道路一共有十幾棵的樹 都已經死了 都已經不見了 下面這個十六棵的樹棟在這裡 由於上面的這個歷史事件可以證明 都發覺沒有保護樹木的基本概念 下一張 建議北車最後一棟福德平宅 拆除之後不要蓋臨時停車場 這塊地方應該留作樹木遺址富裕計畫之用 請不要把這個問題推給樹保委員會 因為一旦蓋了臨時停車場 情勢站無法逆轉 樹保委員會也只能突乎奶河 下一張 請看一下廣池園區的老樹 美麗動人的樹群 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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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接著請 倒到你的月旅室 請 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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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花了400萬元 然後去委託做一個地質專攤 跟試驗分析的報告 其中第七張 一張 第三點有提到說 本基地預定新建 地上26層 地下5層的建築物 等等等下面還有 那從上面的這個災路 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 當初宋審這個地質專攤 是允許蓋的是26層 目前規劃27層28層 都不合當初宋審的樓城新委員 明察下一張 106年4月14日的晚上 都發局羅科長率同仁跟兩位建築師 來跟本人說明容積樓地板的問題 得到下面的這些重要共識 第一個共識就是建築師 告知這個數字是錯誤的 是在56月初稿 建築面積表220.220.199.2 平方公尺是錯誤的 220這個數字是錯誤的 這個綠色的是正確的 這是建築師告知 那第二個共識就是 我提出疑問以後 他們把初稿的修訂本 57月的那個面積表 有36個欄位的數字 都是錯的或者是沒有填 那建築師已經做修正 有36個欄位 那這個修正以後會納入 環評書報告內容 那這個共識由羅科長 然後陳請給林局長 那林局長應該知悉 今天我應該是不會再講這個事情 可是呢 下一張 那很麻煩的是 我本來不想講 可是今天環評會的資料 那委員可以看審12月 他又引進我們這個數字 就是220這個數字 就是剛才建築師跟我說 這是錯的 他又引用 那這個總計的數字是錯的話 這上面的細目 每一個都有問題 那這個有問題 那就會牽涉到今天的會議資料裡面 凡是牽涉到這個數字的 都通通都不正確了 所以我本來不要講 我不得不還要講下一張 那我希望廣池能夠很盡速的往前走 環評盡就可以往前走 希望可以趕快幹 但是一個基本的條件 要在正確的數字基礎上 不能錯誤嘛對不對 那所以我由衷建議 以後如果有關廣池的這個數據資料 請都發局要派專人認真負責審核 否則這個數字錯誤混亂 將來廣池園區的建築品質不堪設想 因為從基礎就錯 從這個最基本的數字就錯 那怎麼可能往後會是對的呢 而且已經告訴我說 220那個數字是錯 那現在又拿來用 那錯的東西拿來用 這是結束嗎 最後我肯定都發局那個羅科長很認真 他率同仁來跟我解釋 我也都可以接受 我今天是不得不才再提出來 那請羅科長諒解 好 謝謝 接著我們請 我的 中波里 陳女士 我還想請 新發局在15年北道成 因為101有斷城可以 我們也可以 這樣說是不得 101建物停在斷城上 我們廣池地地有台北斷城 是 不一樣的 不可以補照 這樣會不少大家 省31月回復又停 台北斷城時機清過台北101 環評委員被募斃的會誤刊 台北101大樓設計紀錄第188月 本基地在斷層北方200公尺 並跪在勞動帶上 證明101大樓根本沒在斷層上 再看地調所林曹中前所長提 從鑽井資料看台北斷層第84月 確定台北斷層並未穿過台大校園 督花局說有 這樣會誤導委員 省31月答覆內容無法直接說清楚 為什麼督花局經常一直提 斷層破碎站位於基地南側 深度約35到57公尺 又說是審定通貨的 審定過的報告書沒有這個資料 督花局回覆都愛用不實的資料 從這三點選出 督花局不查證 不中視 不中視公安 認為在斷層帶上都沒問題 難怪管持 必須設斧設施 弱勢族景 居住生活 硬設計在斷層帶上 隨時受風險 現在政府知道了 就要在11米道路里南 到福德街不設建物 全規劃 替成燈帶森林公園 公園服員放大城正式公登處的公園 全會公安 斷層帶的上方或附近 基本上就不該有建物 還有什麼比人命更重要 政府還堅持什麼 政府常提要堅持公安 用最高標準 說到就要做到 恳請王平委員 替我們嚴謹把光 非常的謝謝委員 對不起 陳女士 我想請問一下 第三點談到 都發局回覆都安於不行的資料 是誰回覆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回覆 你講的是書面的回覆 不是我的回覆 是誰回覆 是不是 你有望覆 有望覆 是誰回覆 是誰回覆 user 昨天說的 晚覆 晚覆 拜託 laboratory 委員 共六棟 下一張 那他的報告出來以後 就算上報告出來有寫得很清楚 說我這棟子的二十六成 那他一定有考量的東西 第一 共產者的地址 第二 他的承載力 第三 他的呈現量 他建築的規模 他可不可以做 等這個因素 所以他是有這個定門出來 下一張 那前局長 他上一次在會議中說 我三百我變成三百 我的樓層可以微調一兩層 所以我的樓層是二十八 我的建議說 基於上面兩點 你的樓層要往下微調的話 計算後二十四層才是安全合理的 下一張 那這個叫做我們 永春的私立公園 在台北市任務 我們來講 就從只有零點五公頃 那在我們省三十而已上面有些 那不能滿足 我們那個廣市公園 一頂六公頃的 不足畫色 也就是說他只有零點五 其他都不是他的 所以我都建議說 不能滿足這些的時候 讓減少一頂六公頃的公園率 回到公園 回到我們廣市內在開發 也符合需求 下一張 都是台北市任務的工程 新義軍縣 在這裡的環評的時候 變更審查的時候 說未來 未來他這邊的開發 需要停車 停車計程車的排班區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這一次的三十三月他說 本案暫無設計計程車排班區的需求 這是我的問號 下一張 第二 這個開發 在書面審查第七頁的時候 老婆委員是說 這個各開發類比裡面 沒有中八的需求 然 招標文件 卻有這一個問題 那我的建議說 周佩玲玲 並沒有說 需要他這種假信的需求 也沒有這個回饋的使用 這只會抵觸法令 這法令在這裡 請官委員刪除這個 停車格的位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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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著請大人李 蔡里長 好 主席 各位官民委長官 各位民眾好 我今天要報告有三項 第一點 我希望多花局 多花局的局長 在做這個管制開發 希望他是個大破大力 而不是在 雍雍入戶的 我做了多少公宅數量 第二點 我建議一下 他們的北區的地下室 就給他連通 南區也是連通 那信義行政中心 他是獨立的 你就在獨立的一個停車場 第三點 人民的信心 所謂人民的信心就是說 公園住換了多花局都亂了 清潔都搞不好 局長以下午 現在就可以過去看 如果清潔搞不好 就不要搞開花 我們為什麼要講說 大破大力呢 還是要完成科批的公宅數量 我們先看看我們現在的台北市 你作為一個都花局長 就是只蓋公宅數量 我們已經退後人家太多了 我的朋友到新加坡馬來西亞 馬來西班比我們退步了 現在已經都超前了 我希望你們為什麼要大面積開發 而不是分刮幾個花包 對不對 到時候 蓋好了以後 羅科長你也是建築師 蓋好了以後 你們 你們自己敢不敢去看 我們希望你們是一個 在新加坡 海埔新生地 甚至或者是跳躍式的進步 在那個地下三四樓 也可以見到陽光 我們看到這邊 就是這邊 三十八樓 這樣就怎麼樣 撕離破碎 你有沒有那個當當 就是一個大破大力的建設 都不是告訴我 科幣完成了 替他完成多少公宅數量 這樣子人家會記得你的 另外一個 停車長 現在的電腦技術都可以克服了 你就把它連通 到時候 到時候不會說很多的建設費都不夠 第三個 我要講人民的信心 局長 科長 委員你們可以去看 現在 仿石工業的清潔就是無政府狀態 你給我講說開花 化大餅 清潔 又換了公園住 所以這個公務人員 那個橫向連續太差了 為什麼呢 有施政 清明節的時候 建議局挖到我們的工地水管破裂 就大煙水 對不對 你這些的橫向連續太差了 而且 我跟那個杜花區機長說 杜花區的他們的同事說 一個月去一次 你們有環境的話 我再派清潔隊去 有這樣的杜花區嗎 你們清潔搞不好的話 就不要來搞開花 你不要化大餅 所以結論 我希望 我們對你們有期許 就是你們是要大破大力 而且地下室是連通的 清潔搞好 今天就來去看 謝謝 你看 peer 你好 好 三分鐘 沒問題你只要準備好開始講就計算 第一度的廣池 第一度開發保留綠地 何時才可以成為大家的選項 我們看到上次委員劉勢俊 委員提出 活化土地保留綠地也很好 非要建高樓公宅嗎 那我是想這塊地要接一萬個人進來 那還有捷運 這個地方到時候就是變成人流而已 只是一個通道 怎麼可能有這個公園綠地的可能 只是一個行道 人行道而已 所以請大家考慮一下 而且公宅的問題非常多 我們知道軍宅有人套利 那國宅也是這樣 那我們怎麼樣讓這個公宅 如果真正有公宅的話 怎麼樣是一個合理的公宅 下一張 那我問了十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我問了很多都沒有回答 那我現在就提出來 他回答我是說 這個要達到 我問為什麼要做這個 他說 稅收增加 那請問公宅只住不賣 怎麼樣收支平衡 而且公宅跟社區增加一倍的人口了 我們還有可能都更嗎 這個最快地已經是兩倍的人在這裡 第二集 第五集 我說錢從哪來 他說智酬率小於一 那這個東西要由這個公務預算跟住宅基金來易住 表示這是一個黑洞 這黑洞有多大 也請政府很清楚地告訴我們 第六 我問說 活動中心原來都有推銀中心 親子館大禮堂有多大 就他回覆只有說圖書館有多大 其他的呢 那然後我說公共空間有多大呢 那他竟然把那個社區的陽台也算進去 那我們有人去那裡社區的服務機構去玩嗎 第七 老樹是哪幾棵都沒有開 難道開發單位說了算 第八 青山公園的樹木 他說是因為土壤 問題死掉了 那我們在這裡說多少年了都沒死掉 他一拆著拆個平宅就死掉 這合理嗎 然後我問這個合理性怎麼樣 開發土地的合理性 就是他答案跟一跟四相同 是推給這個北市的都發局審議 那都發局審議 都委會審議 那都委會當然通過都發局的開花了 那下一個 就是我看到他說那個公宅 我們看到公宅跟停車的空間 都大於社服用地的面積 這樣合理嗎 謝謝 沒關係 書面資料我們都有 你講的我們大概都知道 好不好 可以看到 謝謝 也請回覆 也請回覆 謝謝 謝謝 那接著我們請 護術代言 劉先生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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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通知我們 我們才趕過來 包括上一次3月30號來不及來 也是因為前一天才知道 所以是不是可以請 環保局這邊 幕僚單位應該要積極改善 因為市長說要開放政府 公民參與 可是目前你們的開會通知 都沒有居民 沒有市民 沒有公民團體 就是限縮這個 公民參與的這個機會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我們還是要回歸到價值項目的這件事情 廣磁綠地是 這一個整個區域裡面 小數的大小地 那我們現在如果把它開發掉 未來還有沒有另外一塊 可以去替代這一塊 綠地功能的地方 所以我們呼籲台北市政府 應該在 我們今天看到的 所有的投資 都是在討論這一塊地上發生的 就是環境影響評估 要評估整個區域發生的問題 5公里到10公里內 現在都是要納入 那在整個 周邊環境裡面 未來市政府的上位計畫 你們的都市計畫的整體規劃 你們的公共服務品質 你們的這一些 應該提供的公共服務設施 或是綠地比率不足的問題 剛剛居民也提到 廣磁這邊是南港的 綠地只有二分之一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的狀況 那你們未來在整個 整體都市區域 都市計畫更新的過程裡面 你們的整體規劃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再討論 這個案子 應不應該開發 應該先放在前面 去做一些規劃跟討論 你要去釐清 這一塊地開發掉以後 你未來可以去怎麼複獎它 那我另外一個 身分是那個 送領護複製工團 針對樹保的部分 我們還是強烈呼籲 這一個案子的 樹木保護 應該先送樹委會審查 像剛剛居民講的 不要你們環評委員會都審查完成了 然後最後到樹保委員會發現 自愛難行 或是有卡住的地方 應該先送樹保 再來 在投影裡面 剛剛的簡報裡面 你們也有分 受保護數目 跟達受保護數目標準的數目 那你們應該把這些 達受保護數目標準的數目 先送樹保審查 認定老樹啊 先去送指定以後 你再來討論 你要怎麼去移植這些樹 而不是說 我現在已經受保的 我用受保的這些 那個樹保的決議去移植 未受保的 我用公登處 這是不對的 你已經知道他達到受保 你就應該全部列入 應該去申請 應該先去進行指定 這個程序上才是對的 以上辦法謝謝 謝謝 我們接著請大人寧高先生 大家好 我是大人寧的 李明 那時候坐在那裡 胡多街八十樹下 你那個 投影的時候 那個八十樹下 那個 會不會拖出來 八十樹下 那個路啊 道路啊 八十樹下 以前 以前 九十號 前政府 他們 他們設計 是要 拖寬十五公尺 他們以前說 你們那園區以後 要納路 要開花園 一定抽出很多 他已經 九十號人都已經計畫好了 都要拖寬十五公尺 那旁邊 那個 這個樹木 這個樹木 要移植到裡面去 然後再 在這個 連行道 這個樹木 移到裡面 還要再 再種 不是砍掉 所以這個樹 可以移植 我們大人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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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基民都希望 照以前 九十澳年的計畫 都要拖寬十五公尺 這樣 路才 才夠 因為我們現在 這邊 我們大人 裡的路口 總共 有 十五 路口 我們這邊 用 就 不夠了 為什麼還要拿路 拿路 以後你們 開換很多 遷路的抽組 你看 現在 我們上下班 都已經堵塞了 抽組 都已經堵塞了 現在 上下班 那以後 怎麼 你們說 以後 交通局 沒有關係 我們是有關係 我們是住在旁邊 我們是最清楚 你們都不知道 所以 這個八十樹 像我們基民 都希望 照以前 九十澳年 要 GCC 開發那個樹公主 路才會 才會夠 你不要說 這個樹 不斑 裡面再開一條小路 小路樹 以後 你們要自己用 不是我們這邊 大人裡的抽組 要用 你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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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口 很多 你看 很多 總共有很多 你看 那個基地 總長 多少 應該差不多 三百多吧 三百 三百公尺 兩百多公尺 你看 那個 路口就已經 十五個路口 我們出一邊 以後要出口 就很多了 為什麼要開口里的納路裡面 出一邊呢 那最後那個 三十八項 那個中間那條 哪條路 希望 要 不要再廢掉 因為開那個路 已經花了 應該是 一千三百多萬左右 開 已經差不多兩年都 還要花掉 還要 還要 做一個什麼 中 一個字 這樣就比較好嗎 所以你們 這平成委員 你們要好好去查一下 你們要去 當長去看那個 現場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這次的 中華社區教育發展協會 洪先生 各位委員好 那個 我看 參加十幾年來 這個有關的說明會 我聽到訪言 聽到太多了 我想 有一些 希望各位能夠實際看到的 這個 這個是早上拍的 他們講的 古早 古早 不知道 多久以前的事情 這個是今天早上拍的 這個 黑暗期 捷運的黑暗期 已經讓 旁邊的商家 你看這個樣子 下一張 搬家的 搬家 這個連續搬家 這個 前天還出現那個 因為捷運施工 那個蛇都跑下來了 那個一震動 蛇都跑下來了 下一個 昨天的報 說台北市 平均的新蓋的房子 兩千萬 那我們這一區的 大概房子 我看 從七八百萬到一千多萬 要上兩千萬的 除了那個店家以外 可能很困難 下一個 下一個 好 這個早上的 剛才有人說 這環境不太好 其實不是環境不太好 因為圍起來又在賺看 早上我問他說 那請問你們這個 賺這個幹什麼 他說因為那個捷運站的出口在那邊 他們一定要每一個非常精準的 那個延程的高度 多少 他一定要非常精準的 把它撤出來 他說他們的安全 施工人員的安全 還更直接 馬上他們 有狀況他們死第一個 所以他們會更小心 他們這幾天天天都在演練 這是十一號 昨天 還都在一直在安全的延期 這樣 還一直有人說 這地方把它弄成濕地啊 這地方會大淹水啊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謊言 你看看這個路面 這個是福德街的路面 跟公園的那個高度 高度差這麼大 多少呢 下一個 昨天我特技去量 拿尺 量了一下 各位看一下 下一個 九十七公分 你將近一公尺 這樣的高度 旁邊都沒有淹水 這邊會有什麼大淹水 下大雨雞大水 雞一點水一天就不見了 下一個 你看 樹木不是被都花局破壞了 不是開花破壞了 是台風破壞了 下一個 你看 樹木這樣折斷 這個整個樹挖掉 這個都是台風幹的 不是獨花局施工幹 這個叫做淹水 這大颱風來這樣一天就退掉 這哪有什麼淹水呢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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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各位長官 我想 我們政府在 在執行任何事務的時候 基本上 信賴是很重要 那我想說 經過 那麼多的 那 開會討論 專家事實上 也會提供很多 包括今天的環境 那我想說 呃 在這個 裏面報告裡面的話 曾經 在 歐文單會提供這份資料 對不起 剛剛葉女士 應該有這份資料提供上來 那我想說 依照那個 地質轉探及試驗分析的 報告書裡面 有基於某些原因 基於說 剛剛 剛剛也有 也有李明提到就是說 那 基礎是 安全承載力啊 總承向量啊 那差異承現量啊 目前的時候 它上面 有一個數字是 二十六 二十六成 跟 地下是五成 但是我們今天所看到呢 在今天的資料裡面 留十一頁的話 那目前規劃是地下室 跟 二十八 二七成 二七成 那換句話說呢 在整個 在整個 在整個師作 和我的報告裡面 已經告訴我們說 是二十六成 跟地下室 那現在地下室 改為四成好 那可能基於某些成本 考量或哪些因素 那種不論 但是在上面高度的時候 在上面高度的時候 既然有 曾經有規劃過二十六成的 適當量 而且居民也相信說 二十六成是適當的 好 最新出來的是二十七、二十八 那換句話就又簡單了嘛 有這個改變的時候 基於哪些考量 住戶所信賴的是什麼 你今天跟我講二十八、二十九 下次跟我講三十一了 不是不可 不是不可 好 那我想 我想應該這麼敘述 就是說 在整個 在整個施政 或者執行事務上的話 我想 信賴是很重要的 也希望執行單位 能夠依行 以上 好 謝謝 我們接著請 最後一個 鍾波里辦公室曾先生 我會跟他留住職 請他們開會同事 直接自帶你們的 這件事情太重要了 等下都去跟他留住 走的就好 留住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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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開會同事 就是一定要自奔 問問問問問 就是 反正就是跟他們 必須要寄坐 那無聲 沒事 無聲 無聲 可以一把 我開會 前面 手 走 忘了 我和他們 無聲 走 走 延伸到 你不應該 對 走 交通的話可以把舒散掉 為什麼偏偏在這個新闢的道路 再把這個變成一個38項 林口說變成38項一直衝到 找道路的那個民宅那邊去 那個路中時對人家非常的忌諱 為什麼不去把它造一個再改變影響力 偏偏那個從66項林口說66項 也可以做到大道路 那個中下都用790項 790項一直延伸到玉石谷面那邊 很好的路線都不計較那個 希望杜法局都再加強一下我這個建議 當然我們也再請那個捷運機 因為東元段的話 我們也在期望的東元段一直在趕 有時候那個暫體 暫體的問題還有出入口的問題 我們目前還沒辦法去知道 他現在北朝的那個站出入口在哪裡 請今天那個建議來順便說明一下 謝謝長 好 謝謝 我想很抱歉 因為我們下次希望建議他們 因為他們一直後來都一直在登記 所以有一個定義的時間 沒有登記的話 第二步看我們真的是這些意見 這次是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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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接著 我們是會議 有什麼出行的 一件要提出來了 我們再做一些 我們再做一些 你來準備 你來準備 你去看你是不是有可能 你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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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委員好 我跟各位代表先生 因為上一次只有一位 其實上一次的大會上有一些會議 首先第一點 在前一次的會議 最開始就是 我們這邊的報告 我們一開始 這邊你們的第一項 我們的報告二 我們提到說 我們要請再補充 本案社會的情緒影響 因為我們要把必要性加強 但是我看到他們這個裡面的回覆 大概直到開發的必要性 至於說對於周邊政府這邊的影響 到底他們這邊的情緒影響 我相信社會經濟來講 這個是居民大家最關心的 但是好像都沒有去 都沒有去 所以我們還是要再做這個 那第二點 這個之前就有委員提到的 我們說要加強這個西少街 那西少街 那西少街 那我更建議就是 我們要積極的 採取一些拒絕的措施 來度決